總席致詞 好 各位嘉賓 各位敬愛的爸爸媽媽 各位老師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校長早 今天是一個開心的日子 校長首先要感謝上天 給予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天氣 有點微風 太陽又不大的一個日子 相信今天的運動會呢 會非常的愉快 那我們也要非常謝謝我們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們阿公阿嬤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校友 能夠來參與大家的一個學習活動 那當然我更要感謝我們所有嘉賓 這麼在週末的假日呢 能夠起個大早來為我們雙風加油打氣 真的是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這樣的一個運動會 校長要特別感謝學務處精心的一個規劃 還有處事裡面 所有的行政人員 還有所有級別老師的一個指導 成就了這一場的一個運動會 當然主角小朋友呢 很努力的練習 是最主要的喔 那希望這一天的一個運動會呢 大家能夠大選身手 雙風國小是一個 蓬勃發展的山林小學 那我們一向有朝氣 有活力 那我在想今天 大家在大選身手的時候呢 要特別的注意安全 校長一直認為 比賽是 的重要是在那一個 學習的一個歷程 跟大家相互合作的那一個感覺喔 那所以呢 不在於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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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今天 不管是紅隊還是白隊勝利了 那我們要用一種 平常一種欣賞別人的優點的心態 去欣賞別人 那勝利的我們不驕傲 那輸了很可能我們哪一個地方 還需要再改進 也不要氣餒 那運動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就運動會最主要一個目的 就是培養你們一個運動的一個興趣 那養成一個運動的習慣 那我們也希望今天與會的所有 爸爸媽媽呢 在平常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 或者是放學之後呢 能夠帶著孩子一起運動 我們一週運動 至少運動三次 每次要三十分鐘 那每次的三十分鐘 一定要讓我們心跳達到一百三十下 那願意我們那些手機電視跟網路世界 培養良好的一個休閒活動 那在這裡呢 我們祝福今天的一個運動會呢 大家能夠順順盡力的 獲奇開得勝 那來過一個非常愉快的一天 好 謝謝大家 感謝黃錫華大長 對所有運動有的光潮以及精靈